各位观众大家好 又到了逢星期四K2搜寻的时间 我是屈永燕 每个礼拜我都会和大家在这里讲一下 大家不知道很少听闻或被遗忘的故事 欢迎大家留言点赞和分享 让这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和历史 可以流传开去 做好我们民间的国民教育 而今集我们故事的主角就是一个老外 就是外国人 近年我们经常在YouTube 微博或者抖音那里 见到很多热爱中国文化 而住在中国的外国人 他们可能是因为工作 或者因为做小生意 又或者是娶了中国太太而留在这里 学习普通话 甚至成为一个中国通 尤其是近年 西方国家不断炒作我们的新疆问题 说我们强迫劳动 种族灭绝 于是很多在中国生活着的外国人 都看不过眼 纷纷拍片 放上社交平台 告诉世界知 新疆其实是多么繁荣 多么自由 多么漂亮 根本没有他们所说的种族灭绝 而且更多生活在新疆的老外里面 有一个很预别不同的外国人 他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这个老外和其他一些生活在中国的老外 有点不同 他不是自愿留在中国 而是为世所迫留在这个国家 他甚至连自己组籍哪里 是什么国家的人都不知道 今年他83岁了 他不在乎自己原有的国籍 因为他已经做了一世的中国人 他有个中国名叫做李奕祖 严格来说 其实他只有一个中国名 他没有英文名或者外文名 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哪里 是什么国家的人 有人说他像美国人 又有人说 你的样子都挺德国的 李奕祖一听到这么说 他就会用他很纯正经康的普通话 跟证大家 我不是老外 我是中国人 其实李奕祖不单只是中国人 他还是中国共产党员 原来李奕祖是一个戏婴 1938年在天津出世 他从来没有见过他的亲生父母 1938年是抗日战争打到如火如荼的年代 李奕祖在这个风雨飘摇的日子来到世上 在天津一家教会的医院出世 动荡的日子 这个婴儿的出现 当然不会为父母带来什么欢恩 反而觉得是一个妇女 于是他的亲生父母 生完他之后 就将他留在医院 自己静悄悄离离开了 所以李奕祖的出生证明 是一片空白 没有任何能够证明他身份的讯息 所以连国籍是什么都没有人知道 联系的戏婴很难存活下来 因为大家都生活艰难 刚好一对好心的中国夫妇 去到这间医院探病 知道了有戏婴的存在 他们就决定收养他 还将他带回北京 悉心照料 对待他好像对待自己的子女一样 还帮他改了个中文名 叫做李奕祖 希望他将来大过了 不会因为自己的外国人的掌上 而忘记了祖国是养大他这片土地 李奕祖的养父母 当时算是北京的大户人家 所以他虽然身处乱世 但仍然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 从小学读到大学 李奕祖当时读的北京二中 现在是北京市的示范高中 是一间很好的学校 李奕祖还记得 当时北京二中的校训 就是为实现理想走进来 为服务社会走出去 他说这两句校训对他的影响很深 李奕祖后来的路 就是守着这个校训的教会而行的 这间中学不单只影响了李奕祖的价值观 他也影响了他将来的条路 在这里他认识了一位地理老师 他爱上了研究地理 在读大学的时候 他就选了地质学来念 1961年 李奕祖以优异的成绩 在北京地质学院那里毕业 被分配到去北京工作 当年能够派到首都北京做事 是大学毕业生梦寐以求的机会 但李奕祖竟然向上级写了两次报告 申请要求调走 他说要调到非常之落后的新疆那里做事 当时的新疆因为太偏远没人去 在地质学来说是一个空白点 李奕祖就蠢蠢欲试 他说我生在中国 长大在中国 要用所学的知识更好地回报祖国 这是我自己的责任 也是作为年轻人对国家的责任 于是李奕祖就和五十个地质工作者 一起去到新疆 我想连他自己都没想到 这一流就六十年了 而最有趣的是 他养父母家的一众兄弟姊妹 现在全部已经移民去美国定居 养父母家族里面 就只有李奕祖一个 留在中国 还是留在最偏远的大西北新疆 刚刚去到新疆 李奕祖就被分配到新疆煤管局 156煤田地质工作队那里做事 这一队人主要是从事最艰苦的 煤炭勘策和煤炭地质的普查 他们要四围跑 结果李奕祖没有因为工作艰苦而放弃 他坚持在一线跑了20年 成为了一个得高望重的地质学家 从吉木乃去到清河 从准葛尔盆地去到塔里木盆地 李奕祖考察过的新疆大部分的煤炕点 大家试想一下 我们讲的不是处处有WiFi 到处有太阳能 道路又平坦又阔的今日新疆 我们讲的是六十年前的新疆 六十年前的深圳还是农地 你想想六十年前的新疆 应该荒无到什么地步 而当时李奕祖还要去新疆的煤炕点 考察调研 他们通常一行三五人 带着行李、汽油和炸药 开着越野车 去到一些荒无人烟的地方考察 所谓考察不是简单的一两天 或者是一两个礼拜 而是一去就一年半左右 李奕祖当年为了考察冰川 冬麻了对脚 留下了关节炎的后患 他不单止考察新疆 还去到海拔五千多米的西藏 亚里地区 一年一年地走 整个新疆的煤炭地图和地质资料 全部印在李奕祖的脑海里面 令到他成为一个新疆的活地图 很多人问他 过不过得苦 有没有后悔来到这里呢? 李奕祖说 当时真的一点都不觉得苦 他还觉得挺好玩 特别是去山河冰川 看到新疆的自然美景 多疲多辛苦 都会忘记了 1975年有一次出外陷探 李奕祖和司机两个人 在乌鲁古河一带开车途中 汽车忽然陷在水溝里面出不来 那里四野无人求救无缓 结果李奕祖下车跑了一公里的路 才找到一家牧民 正想请他们帮忙 谁知一入屋 发觉屋里面除了两个老人家 其他全部都是小孩 但两老竟然二话不说 就叫了几个小孩一起拿着笼具 跟他走了一公里 去回出事的地方 将车在水溝里面帮他挖出来 为了回报这家牧民 李奕祖提出说 不如我帮你们拍张全家福的合照 这两老是在头等大事 马上走进去换衣服 还很认真地给李奕祖拍照 几十年后 李奕祖还记得当年的细节 他说每当看到这张照 他就会想起这个善良的一家人 因为这一家人的举动 令李奕祖很感动 其实在新疆的大西北 大江南北四围跑 过程之中 其实他遇到很多类似的 老百姓感动他的故事 于是李奕祖早早就落了决定 要扎根在新疆 以此为家 不再回北京了 所以即使有很多次 可以被调离新疆的机会 他都不愿意走 李奕祖已经将新疆 视为第二个故乡 他说他有责任 将新疆建设得更加美好 1964年 有个同学写了信 介绍个女孩给他认识 对方原来都是地质学家 他就在山西大同地质队工作 大家认识了 交心了 清透以合 一年之后 他们就结了婚 结了婚之后 他们过了好像牛郎继侣的生活 太太在山西 李奕祖就是新疆 这种生活状态一直维持了七年 本来是苏州人的太太 决定跟随丈夫 选择调到乌鲁木齐 还和李奕祖一起 在最艰苦的156队做横探的工作 两个将他们的家 扎根在新疆 成为了真正的新疆人 八十年代 因为工作的需要 李奕祖离开了地质嵩探的前线工作 被分派到自治区煤炭厅的子校 即是现在的乌鲁木齐市 四十一中中学里面 做校长 执教编从事教育工作 之后他更加被调到 去乌鲁木齐市的教育局做事 直到1998年退休 李奕祖退休之后 并没有停下 他除了加入了很多教育委员会之外 还做了新疆自治区的 青少年科技讲师团的讲师 开始了另一个新的事业 就是为下一代义务讲学 他说退休之前 我和大自然打交道 退休之后 我就和小孩打交道 李奕祖的义务讲学 不单只是讲地质 还讲天文地理环境科普 他希望他的讲学 可以点燃孩子的科学梦 大过了之后 会往科研的科学向发展 那中国又可以多一个科学家 他还特意去学电脑 上网看新闻 并且自备一些掃描器 打印机 速录笔等等去上课 到现在为止 已有超过37万的人 听过他讲科 李奕祖说 我不是要做些什么轰动的事 我只是觉得 应该做就去做 口就说不轰动 其实他一个蓝眼睛 白皮肤的外国人 以中国为家 以当中国人为名 还加入中国共产党 中一生奉献了 被中国最偏远最贫穷的地区 新疆 其实这个壮举已经够轰动了 不过李奕祖其实都做了很多轰天动地的事 比如他在五十多岁的时候 和同事各自开了电单车 由乌鲁木齐出发 途经十一个省市自治区 一路踏车踏到他出生地天津 行程九千多公里 实在是一个新的床举 2011年李奕祖已经是73岁 他不顾自己年事已高 竟然参加了中央电视台 地理中国的节目摄制工作 因为他是新疆地质学的 活地图 亦是中国知名的地质学家 所以他决定亲自带领年轻的摄制队 爬雪山过草地 走过布满碎石的悬崖 骑马入去无人之地 他用了三年的时间 带着摄制队拍摄新疆的大好河山 譬如魔鬼城、火焰山等等 他督着拐掌一步一步地 在四千米深的冰川那里攀登 拍摄期间由于体力不知 上不了马 要人后来抱着他走其他路 所以当记录片在电视上播放的时候 李奕祖看到自己都笑 他说这个老人家真是瘋了 但我的疯狂是为了将新疆介绍给中国 介绍给全世界 李奕祖最介意的一件事 原来是别人叫他老外 一遇到这种情况 他就会不厌其烦地更正地说 我是中国人 有一次李奕祖要去北京开会 刚好遇到冷风侵袭 他的女儿和女婿特意为他准备了西装 怎知李奕祖死都不肯穿 他说穿了一件西装 不像个外国人那样 最后他自己买了一件中国老人家 很经常穿的面纳 开开心心地去开会 今日李奕祖已经83岁 他仍然活躍在教育第一线 仍然坚守在新疆整整60年 为祖国奉献了整个青春 甚至整个人生 李奕祖说他记得养母说过 人要有精神有骨气 要做事就要尽力而为 我是共产党员 以前跑野外是为人民服务 怎苦都不觉得苦 现在讲课二教都是为人民服务 因为孩子就是国家的未来 李奕祖虽然是一个外国人的弃婴 偶然地留在中国 被修养被教育成才 一个人最重要是懂得感恩 而李奕祖就用他一生 来反驳养育他的祖国 他果然没有辜负他 他养父母次给他这个中国名字 奕祖 时刻记住祖国的恩情 他的爱国心 为国奉献的心 其实比很多中国人更加中国人 看完李奕祖的故事 再看回香港很多 明明是黄皮肤、黑眼睛 讲中文、写中文、吃中国菜 过中国节日的人 竟然说自己不是中国人 我们是否觉得很汗颜 今天时间差不多 下星期四同样时间 我屈永賢再和大家 祈祷搜寻找新故事 拜拜